中文字幕志愿者 天望栏目即将播出 天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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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41日早 湖北省建市县东平村的村民们 便聚集起来 他们正在和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一起搜寻一个失踪的女神 东平村 村位于大山深处 道路崎岖 地势险峻 可是失踪的女子陈某 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她迷路走失 或是不慎坠崖的可能性 似乎不大 陈某是村里林场聘请的炊事员 平时负责职工们的一日三餐 山里的交通非常不便 山里的交通非常不便 而陈某家距离林场 走路却只需要十几分钟时间 这么多年里 陈某从没有迟到过 早上有七件轮基本上去到城里 他要发火 然后弄早餐 然而 11月4日这天早上 大家却奇怪地发现 陈某并没有来上班 有人拨打了陈某的手机 电话始终是关机状态 陈某既没来上班 也没有提前请假 这让大家很是意外 陈某家的大门是从外面锁上的 莫非是他昨晚根本就没有回家 又或者是他在今天一早就离家外出了 陈某平时都是独自居住的 他早年丧夫 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 九年前 他与同村的老吴做成了家庭 但是生活了几年之后 两人却因为性格不和分开了 尽管如此 在陈某失踪后 吴家人也还是积极地在帮助寻找 也就是说他身体不好 怕他到山上哪里去搞柴呀 但让他搞柴吧不现实嘛 也许是命运多舛 近两年 不幸吉连降临到陈某身上 不久前 他被检查出肺部患有肿瘤 陈某四处求医问药 但结果却并不乐观 陈某做了肿瘤切除手术 但最终能否彻底康复 还是个未知数 出院后陈某再也没有回到医院 进行过后续的治疗 在训练的过程中 大家也在猜测 会不会是他一时想不开 走上了绝路 可是陈某为何就这样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他究竟去了哪里 又发生了什么 要么就是说已经被谋杀了 要么就是说被拐卖了 在寻找过程中 大家越来越觉得 陈某已经凶多极少 尽管这样 大家还是在附近的山上 和树林中反复搜寻 我说一枝找不到 我说一个人就是 别说院处在那弄死 弄去做的 我说在这条斗子 就是跟前人做的 他的话性格是比较强势的 和他们就是邻居啊 他村里的好几户人家 关系都不是很好 莫非陈某的失踪 与本村人有着关联 第二天的清晨 搜寻有了发现 有人在悬崖边 发现了一个 带血的塑料袋 如果人真的是死了的话 人很可能就在下面 那个山崖下面 但是那个山崖 却大概有 一两百米左右的 这样一个山崖 下头有石头 就踩那个石头 注意安全啊 嗯 在两百多米深的崖底 民警发现了陈某的尸体 除了他这个头部啊 有这个顿气的这个山以外 那么他的这个颈部有内痕 通过最后尸检呢 来看呢 他的直接的死亡原因 应该是这个 机械性窒息死亡 陈某竟然真的被人谋害了 他的尸体被人用绳索捆绑着 形态显得十分怪异 他是从颈部这个绕圈 然后下面呢是从膝带后面 然后把这个人啊捆成一团 就是要把那个缓出来 这样交叉的反复的来尝 尝了之后呢 然后又把这个结 在这个颈部打了多个结 这是让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村民的猜测严重了 难道杀害陈某的凶手 果真是本地人 嫌疑人究竟是谁 而且他为何还要用 如此奇怪的方式 将陈某捆绑起来 荒山野岭 一名单身女子 在深夜离奇遇害 抛尸悬崖 一只贝勒 竟成为警方唯一线索 他以前在他母亲家里面 就见到过这个贝勒 一雾找人 可为何 案件侦破 再度重回原点 作案工具啊 或者血迹啊 或者打斗之内的这些痕迹 都没发现 一夜惊魂 突然出现的神秘男子 究竟是谁 是又是 这个捂着脸 他看不清楚 怀疑作案的人 至少是两个以上 回家的路 天网栏幕正在播出 在陈某失踪后的第二天 人们在一处山崖的底部 发现了他的尸体 有村民怀疑 杀害陈某的凶手 就是本村人 这个位置不是第一 案发现的 肯定是个抛尸线 通过勘查 民警发现 陈某的尸体周围 既没有打斗的痕迹 也不存在大量血迹 顺着山崖望去 山坡上的植被 还有自上而下 倒伏的迹象 这说明 陈某最后 应该是从悬崖顶端 滚落至此的 莫非悬崖边的公路 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我们对这个公路这个 这个地方 也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也没有发现这个 其他或者有什么 这个血迹啊 底洞状的血迹 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 都没有发现 由此警方分析 嫌疑人应当 拥有交通工具 他是在别处 将陈某杀害后 再来到悬崖边 抛尸的 包括汽车 我们也分析过 会不会用其他 小轿车啊 或者农用车之内的 但是我们也分析 这个用这个汽车 农用车之内的 他没有必要把它 捆得这么严实 警方分析认为 嫌疑人使用的 炮尸工具 应该体积不大 而且他需要绳索的捆绑 才能固定尸体 主要侵线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摩托车 一种就是我们这个 农村里面的那种贵楼 民警随即对东平村 及附近的几个村子 展开了走法 试图寻找可疑车辆 与此同时 他们还对发现尸体的地点 进行了复勘 在陈某尸体上方几十米处 民警发现了一个碑楼 当时心里也是很惊讶 在这个碑楼内部和外部 有大量的这个 红色的这个可疑扳剂存在 经过检验 那些红色扳剂正是陈某的血 嫌疑人就是使用碑楼进行抛尸的 大部分的老百姓家里都有这种碑楼 但是根据这个情况呢 又坚定了我们一个信心 一个什么信心呢 那么这个案件是流串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这个碑楼果然印证了此前的猜测 杀害陈某的凶手 极有可能就是本地人 那么这个碑楼的主人究竟是谁 老杨是附近几个村子里唯一的灭疆 本地农户们是谁 使用的碑楼几乎都出自他一人之手 编碑楼是一项费事费力的工作 平时老杨也和其他人一样外出打工 只有在冬季农闲的时候 他才会凭着自己的兴致做上几个 老杨的碑楼总是供不应求 做的少是原因之一 但更关键的还是 他做的碑楼有独到之处 我做的后碑是 后碑砸试试 碑楼子它这个软的 它一个碑萝卜 它这个皮子也砸 它就过去丢的事 东平村是高山萝卜的主要产区 每到收获世界 成千上万斤的萝卜 都是农户用碑楼运往其事的 老杨做的碑楼又大又结实 承重可以达到三百斤左右 由于所有的碑楼都是由工匠手工制作的 因此不同工匠制作的碑楼差异十分明显 当民警拿着在现场发现的碑楼 请老杨辨认时 他非常确定 这个碑楼正是自己做的 而且还就是做给死者沉默的 他的女儿到现场来辨认的时候 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这个碑楼就是他失踪的他母亲 他以前在他母亲家里面就见到过这个碑楼 通过这么来看的话 我们基本上确定 犯罪的第一现场就在陈某家中 警方立即对陈某的家进行了勘查 但是结果却让他们十分意外 也没有在他家里发现大量的什么作案工具 或者血迹或者打斗之内的这些痕迹都没发现 北韩人陈某的头部遭受过顿气的猛烈气打 理应会造成大量出血 并且形成喷溅状的血迹 可是陈某的家中却整洁如初 难道说命案的第一现场并不在他的家中 经发一时间 陈某的死亡时间应该就在他下班之后的几小时内 陈某家的大门是从外面锁好的 那么陈某在遇害当晚究竟有没有回过家 如果陈某是在下班途中遇害的 那么嫌疑人作案的动机是什么 倘若当晚陈某已经返回到了家中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在寒冷漆黑的夜晚选择了离家外出 在走坊中 民警很快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走坊中 民警很快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小陈是东平村的一名村民 就在陈某失踪的当晚 他在驾车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件怪事 我路过的时候看见他们两个站在那里抽着烟 聊着天嘛 黑漆漆的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两个人 这卓是把小陈吓了一跳 这大晚上的又这么冷 是吧 然后两个人在那抽烟 聊天 干什么 应该不是什么那个好事嘛 这两个人究竟是做什么的 难不成他们想拦路抢劫 那时候想的是 赶紧就是从他们边上过去就行的嘛 小陈距离那两个人越来越近 就在车灯照过去的一瞬间 这两名男子竟然用手挡住了脸 我望着下面嘛 就这样嘛 然后我一过呢他就 你就朝我这个方向看过呢 就挡了一下 据他回应 当晚那两名男子所站的位置 就在陈某家背后的山坡上 是用手 这个捂着脸 他看不清楚 这一个现象是比较可疑的 而且这一个时间段 又正好是我们分析这个被害人 这个有可能是被害人这个遇害的时间段 我们觉得作为一个 抛尸的这个案情 整个完成的话一个人 是很难把它完成下来的 所以也许我们当时的推断 怀疑作案的人为至少是两个以上 这两名神秘男子的出现 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们究竟是谁 这两人会是杀害陈某的凶手吗 荒山野岭 一名单身女子在深夜离起遇害 一番热心 却为何引出来不断的闹剧风波 本来他们也没偏向晒过 是说这个公道话 别人就觉得偏向了人家的 多年旧情 是什么原因 让两人夫妻变仇人 这场路任何人都可以走 就是不允许这个老公走 峰回路段 神秘人现身 莫非凶手另有其神 回家的路 天网栏目正在播脱 陈某的遇害 让这个大山中的小村 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大家推测 凶手很可能就是半村人 在走访中 司机小陈向民警提供线索称 他在陈某失踪的当晚 曾在陈家附近 见过两个举止可疑的男子 但是这两人究竟是不是本村人 他也并没有看清 倘若凶手果真是这两名男子 那么他们杀害陈某的动机 究竟是什么 这叫厚强 一般有你有的是 一般不愿意让我 所以就在这儿 据民警了解 陈某有一个跟他关系十分要好的邻居 几年前 这个邻居居家搬去镇上去住 于是便请陈某帮忙照看自己的房子和田地 热心肠的陈某欣然答应 可没想到 这也让他卷入了一场纷战 另外他们村里的一户 姓雷的这户人家 姓雷的这户人家 就想占姓詹的这户人家 他在看房子这家的一块地 一块地的时候 姓詹的就不同意 就跟姓雷的打官司 有关部门曾经几次到村里进行过调查 而陈某在出面为张家做了证 这个被害人呢就做了一个证明 就证明这一块确实是姓詹的家里的 而不是姓雷的家里的 这样这个姓雷的呢 就对这个被害人产生了怨恨 本来他们也没偏向塞过是说这个公道话 别人就觉得偏向了人家的 果不其然 陈某从此摊上了麻烦事 没过多久 他家门前的公路被人挖断了 他坐了这一个证的以后 他这个官司打书了 打书了他怨恨他 公路经过他山林的时候 他就给他把公路挖了 不然他走这条公路 陈某气不过 他多次到村委会反映问题 两家的关系闹得十分紧张 他以后的亲戚都劝他这个死 就得挖的就挖的不管他 他后来是一直坚持 通过找曾经我们找宗志班和派出所 共同跟他把个死 你有拜证 他有你有啥 几番调解之后 陈某家门前的路终于被修复了 可是这场风波却并未结束 后来陈某竟然也如法炮制 只是他挖断的 却是此前和他共同生活过的老吴家的路 被害人就觉得老吴在雷某挖断陈某家公路的时候 支持了雷某 所以他这个积怨也表示 因为这件事陈某与老吴一家闹得不肯开交 村干部曾多次给双方进行调解 这个被害人讲了一句话 这个这条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走 包括小吴他儿子自己一个人可以走 骑摩托车你可以铁上去走 但是你如果载着老吴那不行 也就是这条路任何人都可以走 就是不允许这个老吴走 老吴与陈某毕竟夫妻一场 可是他当初为什么没有站出来 帮助陈某说话 这两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矛盾 多年之前老吴的妻子离家出走 只留下父子两人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后来老吴与陈某组合了家庭 生活中老吴踏实肯干少言寡语 但是陈某性格泼辣做事风风火火 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这个被害人陈某就比较前世 经常也骂这个吴姆 做事稍微慢一点啊 或者什么其他事没做好 他都还在家里挨骂 由于性格的原因 两人在生活中经常产生矛盾 老吴虽然不会主动争吵 但是心中的不快却慢慢积攒下来 两人最激烈的一次冲突 发生在陈某生病之后 当时为了给陈某做手术 老吴拿出了两万元钱 但是等陈某刚一出院 他却突然提出了要外出打工 他考虑到他儿子没接红 所以他就决定出门打工 要挣钱了以后要让他儿子接红 就像吴尼有天荒怒啊 这么些子就不想他出门 就混着还是想他在吴尼 在跟前走着四年 向吴尼帮忙照顾好 这一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老吴在外地打了一年工 返向后他带着儿子直接住回了自己的老房子 算是与陈某彻底分开了 此后没多久 陈某便挖断了老吴家门前的公路 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陈某的死会不会与老吴存在着关联 民警不由地联想到了 司机小陈曾看到的那两名神秘男子 陈某失踪后老吴像往常一样 一直在附近的村子给别人干活 而他的儿子小吴 还跟着大伙一起四处寻人 他们会是本案的嫌疑人吗 老吴一家完全没有作案的时间 与此同时 针对那两名神秘男子的调查也有了结果 这两人是邻村的一对父子 他们外出办事 在回家的路上走累了 于是停下来抽烟歇脚 刚好这个吹链过来的时候 吹链这个灯光照着 他就怕这个吹链灯光这个刺眼睛 然后用手捂着眼睛 不让这个灯光刺眼睛 是这么一回事 线索全部中断了 莫非凶手还另有欺人 嫌疑人究竟是谁 他为何又要将陈某残忍杀害 荒山野岭 一名单身女子在深夜离奇遇害 寂静波折 神秘人现身 莫非凶手另有欺人 二度叫风 警方如何识破他们的精心骗局 在某一个事物上面 如果他所有的人 把这个细节 描述得太一致了以后 这个机遇却不正常 耿耿于怀 父子为何只因一条路 杀人行凶 他倆是相依于命 而且感情比较深 回家的路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陈某的遇害疑顶重重 目前案发的第一现场 依然没有找到 嫌疑人作案的动机也尚不明确 就连与陈某矛盾尖锐的老吴一家 似乎也不具备作案时间 但是仔细回想目前掌握的信息 民警产生了新的疑惑 据老吴一家人讲 陈某失踪当晚 老吴在自己房间里用手机玩游戏 而小吴和妻子则在客厅打牌 他们三人在十点钟左右 就全部睡觉了 他说的这些细节太一致了 这个做我们侦察员的判断 在某一个事务上面 如果他所有的人 把这个细节描述得太一致了以后 这个就有些不正常了 按照我们品尝 人家思维来看的话 假如你在某个事情 做什么事情的话 不会记得很相信 都只会说大概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时候 不会相信到几分凝定几分几分 按照他们的描述 这三人分出两个房间 彼此是不可能看到对方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又怎么可能知道 对方具体什么时间睡觉 中途有没有人出门 根据这种情况之后 到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又对小吴的媳妇进行一个文化 小吴的媳妇就当天晚上他们 也扶子是同时出门 据小吴的妻子讲 当天晚上他们扶子二人 在八点钟左右外出了 直到十点钟才返回家中 两人称刚才是去外面收债了 并且叮嘱儿媳 如果有警察来问 就说他们从未出去过 吴氏父子的谎言被民警识破了 两人很快交代了 他们报复杀害陈某的犯罪行为 经过指认 警方也找到了二人行凶时使用的作案工具 在老吴看来是他在外出打工前 陈某诅咒他的话刺激了他 再加上后来自驾的公路又被陈某挖断 他觉得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这个人性格比较蒙 心胸比较狭窄 据老吴交代 他在一个月前就想要报复陈某 他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儿子小吴 从小他老吴的妻子走得早 他俩又是先一为命 而且感情比较深 所以自己也觉得委屈 他父亲又受到了欺负 这天深夜 吴氏父子来到了陈某家 两人在房后潜伏了起来 就在陈某走到院子准备打水的时候 他们冲上去从背后袭击了陈某 小吴用绳子和陈某家的一个塑料袋 对尸体进行了包裹 随后又拿了一个杯笼 装着尸体走向了悬崖 那么吴在家中就接水 然后拿着扫帚把整个院落血迹什么的 都起到干净 他们分工是很明确的 离开的时候 把陈某家中的一只手链筒 和将陈某家中的防盟锁上之后 把陈某家中的钥匙也随手带走了 近日检察机关将以故意杀人罪 对吴氏父子提起公诉 天儿在后悔 国人自己也是后悔的 因为心头一时的怨恨 父子二人竟然联手杀人 他们这种荒唐的行为 令所有人都感觉震惊 这个生命的延续 或者今后的希望 都是让孩子来体现你的愿望和价值 你把它当在这个地步 你怎么教育点 从这个层面来说 这个当父亲的第一是太愚昧了 父子二人被捕时 小吴的妻子已经怀孕7个多月 今年23岁的小吴也将成为人妇 要是我不去杀她的话 我现在多好 我在外面那最起码抱着自己的孩子 一天逗着玩玩乐乐的 没伤到搭搭牌烤烤烤烤 给老婆做做饭 洗洗衣服 那是多好的事情 一次冲动 让原本出手可及的幸福 化为乌有 父子俩的荒唐行为 不仅伤害了陈某一家 也影响了自己祖孙三代人 如今门前的那条公路早已修好 但他们却是有家难回 一个没有回应的报警电话 两名无辜的被害人 黑与白的微妙转变 胖和瘦的离奇反差 短暂的七十秒之间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罪恶 黑白七十秒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